记者施小光台北报导 加入一名女主播出身心血后的国民党四名发言人团 今天下午在文传会主委李明贤在对下集体亮相 所有人都身穿白上衣 牛子裤裙 图景团结与年轻化的形象 并共同拿着一颗篮球 高喊重返执政国民党加油口号 诉求2018地方群举投篮成功 国民党发言人团成员 除原先的台北市议员王洪伟与文传会议务副主委洪孟凯 经媒体部主任黄建豪之外 今日新增出身电视台主播的新任文传会副主委 兼文宣部主任钟佩君 李明贤表示 国民党未来会强化媒体服务 持续加强文宣 因此这次扩大发言人团阵容 拿出篮球就是象征团体合作 今后四位发言人要发挥团队精神 被媒体问到角色转换问题 钟佩君表示 他跨足媒体与政治 在目前社会氛围下都是比较不讨喜的两个行业 但他本身是个妈妈 一方面要教小孩认字 有一天也要带孩子认识这个世界 因此自己希望能够做更多 跳出家庭 今后工作一切考量会发挥党的战斗力 对于外传几位国民党发言人 未来都有意投入议员选举 李明贤表示 目前距离选举时间还早 现阶段就是做好文宣语论述的工作 扮演政党的化妆师 喉舌 之余参选的事情 属于个人规划 未来如果这些发言人有个人考量 就尊重个人的意愿与党的制度